奶奶的红披风 我的奶奶住在城里的一栋新公寓 我去那里和她住了几天 我爱我的奶奶 但我不喜欢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很忙碌 这个城市很吵闸 这个城市很可怕 我觉得这里不适合奶奶居住 但是奶奶说 这是一个很棒的城市 热热闹闹充满活蜜 而且非常神奇 她说 这蜜是很适合居住的好地方 晚上 房间会哄哄作响 而且摇摇晃晃 我在这儿根本睡不着 我问奶奶 住在这个城市 你不害怕吗 这个城市很忙 很吵 还有很多可怕的东西 她亲了我一下 为我拉一拉毛毯 紧紧地盖好 她说 明天 我带你去看看 这个城市 到底有多棒 早上 我醒来后 她见奶奶 拿出一件红色的披风 她说 披上它 今天我们要去散步 你会发现 这个城市 一点都不可怕 披上披风 我觉得自己 变勇敢嘛 准备好呢 我们离开了公寓 这个城市 很忙碌 这个城市 很嘈杂 但是 奶奶说的没错 这个城市 并不可怕 这个城市 太神奇了 在这个城市 奶奶有好多 可以做的事 我要回家呢 我把披风 披在奶奶的身上 说 它会让你 变得很勇敢哦 这个城市 很忙碌 这个城市 很嘈杂 却是 最适合 奶奶住的 好地方 也是 很适合我 来玩的地方哦 好 那 可